今天就是講南亞島附近的一個碧海雙燒案 發生1979年,今天要講農曆,農曆的6月30日 為何要關農曆的事? 陰時陰日陰煞黑暖人 是嗎?即是6月30日是這個? 是79年的農曆,6月30日 我算過一算,合子一算 要講79年的香港,都是找回79年的香港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看,其實畫面很混淆 這裡是哪裏?真是吵起我 我覺得這張照片很特別 像是大坎村,不像是大坎村 有個廉宗屋,旁邊有一些舊村未拆 附近再看一看,好像有工廠的物體 然後有山邊 79年的香港就混雜住 很多不同地方,五湖四海的人在這裏 不同階層的人在這裏 加上更多了一個很特別的群體 就是越南難民 要講今集有越南難民有關的個案 話說在75年總之越共統治之後 很多人就離開了 我很快就這樣說 後來到了75年之後 開始有人不斷逃難 開始是南越的,後來是北越的人都離開了 後來不是難民 是假裝難民離開了 很厲害 當時那群人拿著船 被逃難的時候 原來在海裡死了差不多40萬個越南船民 最後他們為何會冒著性命危險 都要逃走 原來他們一離開 你被越南當時的政府捉回去 你就要送入監獄 就會成為叛國者 那到香港為何會成為一個 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 就要從七、八年那時候先說 原來七、八年十二月 有一個裝著2700人的一個 越南難民的船 叫做匯豐號 就寫入香港 香港就不讓他拍案 但他整個月放在外面 於是最后大家都知道 基於人道主義理由 就讓你們拍案 然後做越南難民的 誰知一搞就搞到 龐大的社會問題 一路纏繞著香港很多年 那時候受了很多外國的壓力 要香港做第一收容港 老點何馬 一定要在香港 他現在都離開了 你沒有理由放在海中心裡 你又不理他 我完全記得當時 我小時候聽到一個廣播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那個廣播 是越南文來的 就是不漏洞拉 目跡失威 什麼近跡大行動 記不記得這個廣播 記得記得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釋背的 是釋背的 是不停地廣播 叫越南人 越南船民不要來 不要來 不要來 然後就說會遣返 叫人不要來 但因為已經塞爆了 因為那時候 其實香港差不多接收了 差不多有二十萬的 越南船民 過到香港 最近那時候多少個 接收了 最高是試過二十萬的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停止接收越南船民呢 其實它應該是去到最後 可能是去到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尾的時候 九十年代尾的時候 不是九十年代尾 停止接收的 應該就是 九十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逐批逐批遣返 因為它遣返 所以人們就知道 我不再收 即是這裡不會再收 就算來了 可能都要遣返回去 遣返回去 遣返回去 就說那邊越南 就不會要你坐牢 就說應該不會有事 不會有什麼政治迫害 有些人就真的回去了 而後來因為他們要遣返的時候 去到九二年和九四年 就發生了兩次很大的暴動 如果大家比較年長一點的朋友 都會記得 那段新聞有賣 一個石崗的暴動 和九四年的白石船民中心暴動 也有些人捉到大亞洲 有殺人放火 又殺了牛 看到有一件事 可以派一些特別的隊伍上去 把他們捉出來 那時石崗死了很多人 那時石崗死了24個熱南船民 然後白石也死了18個 因為其實裡面打架 好像群偶一樣 打得很厲害 那時是真的肩斬的 那我以前的朋友進去做 派犯派姓的時候 都要有人保護 因為你想想 那裏那麼多難民 全部都住在這個地方 會產生了多少 沒有說衛生的問題 只是治安問題 還有那時裏面 他找一些人在這裏 真的有南越的人 也有北越的人 兩邊是不對的 當然兩邊是不對的 你還要硬去同一個難民 他們後來有分的 後來有分 但初初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政見 接著就打到七彩 所以令到有這麼多死亡事件出現 而且當時裏面 好像你知道 在七十元代越戰之後 那班人經歷過戰亂的時候 說清楚 有很多事情還沒有自殺 你知道自殺 都要學習一段時間 很多人抓了裏面的小妹 去賣淫也有 什麼東西都有 賣白粉也有 賣淫也有 很混亂的 那時的難民營 有些朋友說 比以前的城寨還差 裡面的秩序一直不行 但黃土毒什麼都齊 接著就還有開放式的難民營 他們可以出來打工 在適當的時間就回上去 另外 因為我經常有一間店 是越南船民的後代 不要說是越南船民的後代 其實是開越南店 其實香港 越南船民 有很多 有些越南船民 他的後代 他懂得說廣東話 那是越南話不聰明 因為他後代真的在落地生根 有很多是港式的船民 後來出來工作 跟香港人結婚 之後其實他真的在落地生根 在香港落地生根的船民 其實真的有很多 我自己覺得 越南有點像以前的大陸 周圍想要偷渡 你沒有說那時候 其實現在也是 他那股共產味 好像以前大陸 大屠港的時候 沒有食物 他偷渡到香港 但他們發滿都猜不到 之後的越南 其實好像現在這樣 有很多東西在落地 他有兩邊 譬如我對上一次去越南的時候 你真的旅遊區 跟你普通的 民居 真的是兩個世界 看見兩個世界 都是發展中的國家 其實我去越南 其實是早幾年而已 我去越南 說真的 越南會真的很棒 OK的 瘦瘦削 他們的生活其實是 跟三十年前 或者四十年前的大陸 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的衛生 他們的生活條件 好過 好過 一般 我說一件事給你聽 是 立即可以推翻 好過 因為你去旅遊區 不是 我說一件事 穿的衣服 在越南 你可以上到YouTube、Facebook 用Google 是 不用說了 除了這樣之外 但是消費物價指數 雖然是大約 雖然是在使用 這個 不知多少個零 越南盾的洗錢方法 但是我上次去的感覺 真的是一般 如果想叫咬 真的去越南的那些 OK的 你為什麼要叫咬 便宜 我沒有興趣 對不起 所以你的人就是鹹 越南盾 越南盾是越南的嗎? 不是北京的嗎? 你滿腦識情 對 跟著你多人生 這件事就要說 這件事就要說 這艘船曾經在香港 嗯 拍了在香港 那要說 為什麼會 你講船文 究竟關什麼事 跟這艘船有什麼關係 這艘船叫什麼 要說 有個地方叫大交椅 大交椅 可以看看圖 大交椅在哪裡 平州外面 很明顯看到 小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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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是不是建了橋 我不知道 總之在這個大交椅附近 大約500馬 有一個船 船的編號就是M60556P 它是一個蝦艇 不知道大家知道蝦艇是怎樣運作的 有兩條很長的鋼 就是牽著網 它就下不了海底的底 然後一邊走一邊走 就把蝦撈上來 突然間 那個拖網 那個機撈得很快 那船主當時很開心 50歲 撈到大雨 因為撈到大雨才會這麼重 蝦網 很開心 於是立即叫船員 立即撈到什麼環境 於是就是這艘船 我找到圖給大家看 就是這艘蝦艇 它前面看到左右兩條柱 就放了一些拖網 一上來的時候 大家就嚇了一跳 因為發現 有一男一女的屍體 還死了不久 那一男一女的屍體 他們兩個一起撈上來 其實你想想 在海裡 如果一男一女就算是跳海 也好 男的屍體飄遠一點 女的屍體飄遠一點 這個網有多大 你不是立即會撈到 為什麼同一時間 可以撈到一男一女的屍體上來 原來那兩個死者 是用一條白色泥龍繩 綁住一齊 綁得很緊 這下是看到的 一人一隻手綁住 他已經解了 你已經解了 他解了 不過你還看到拖網 還勾住了 還有一個女士 那女的應該是很年輕的 挺瘦削的身形 而男的好像也是一個中年男人 那樣 他還未發脹 可想而知他跌到海 不太長時間 那為什麼一男一女的屍體 無緣無故在大交椅附近 撈上來 亦都用一手綁住 當時警方很緊張 但是那些人附近看 會不會是 他們一齊打算下海 然後就死 到死都不遠分開 會不會是這樣 還是會不會是男的 抱著女的一起死 要綁在一起 其實當時發現這個男死者 他身上有些東西 譬如他有本海原證 有本日記簿 有紙墨水筆 有副金絲眼鏡 還有幾十元的港幣 但是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身上 其實很多事情都沒有 只是得封為書 還有有兩個人的簽名 但是她的死狀 女生是抹大眼 有些很驚恐的樣子 男人反而 看不見 看不見 太舊了 幾十年前 看不見 但是他們可能 口、眼、鼻 都有一些血水流出來 但是女生 你會看不見 這裏可能看不見 她的眼睛擦開了 眼珠變色 嘴變黑 死狀是有點恐怖的 反而男人的中年男士 就是黑了眼 會不會是男人 強行把女生一起死 這件事暫時未知 但他們是一個什麼關係 婦女還是情侶 還是怎樣 都不知道 但是拿上來的船主 名字叫中錦 中錦是一個很迷信 他非常害怕 即是很害怕 因為你接種已經79年 你撈到屍上來 就是一種悔氣和怨氣 船就會帶來一個騙運 於是他就要玩人驅 大家也都附近 你回到避風塘的時候 怕了你的人 都罵了死屍 可能有一班人上來 都不敢再上來做事 誰知道你的船亡運船 很害怕 最後他們因為綁得很緊 警方來到的時候 就把他們手的泥龍繩割斷了 有些人開始說 他說有一句說話叫赤繩系竹 即是用繩子綁著腳 是赤繩系竹 紅色繩子綁著腳 赤繩系竹 即是姻緣裡面綁在一起 赤繩系竹 赤繩系竹很優雅 是一首歌 提小姻緣那首歌 很漂亮 不記得 從小時候聽 是足千里 不知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這麼厲害 我真的不記得 這首歌 你知不知道我想去研究他的歌詞 是嗎 下次彈你聽 可以 下次彈你聽 然後填了一個很有中國曲覆 加廣東曲覆的歌 替小姻緣 其實你說赤繩系竹 或者他現在用白色尼龍繩綁著手 是綁得很緊的 兩個像是一起綁著跌到海 還是男的綁著女子夾他下海 還是什麼呢 他們兩個又不像情侶 一個這麼老 一個這麼年輕 當時就要調查這件案件 很快他們就找到 左邊那個男人是什麼人 原來左邊那個男人的名字 是一個船 叫天運號 就是這隻船 差不多是當年 是第二隻大型船 第二三隻大型船來到香港 那時是1979年的2月8號 這隻天運號 Skyluck 當時就載著 他改了名字叫Skyluck 但一點都不幸運 那時是載著2600個越南船民 來到香港 差不多晚上進來了 那時其實是一艘貨船 其實不是普通的運客船 它是一個貨船 當時就因為在海裡 看到有很多越南船民 所以我就救起了那些越南船民 他那時就這樣說 救起了那些越南船民 就沒辦法了 所以就駛了進來香港 這個天運號裡面 其中一個死者男的 就叫阮民儀 就是天運號裡面的 富倫機長 而死的那個女子 名字叫段玉琴 他有一封圍書 圍書裡面 沒端有簽名 就是姓阮和姓段 兩個人簽了一個名字 圍書寫明 不能同月同日生 今願同願同日死 圍書裡面 他們說是一個女子寫出來 即是女子的不職 寫得很優雅 寫得我們兩個從可而來 亦從可而走 今生已矣 這段未了情 我們將它帶到王泉 究竟看不看呢 都要調查 你不職你不要玩 隨便找女兒寫也可以 還有發現 大有文章 這兩個人死 其實這個天運號大有文章 因為這個阮民儀 基本上是一個 這艘船裡面 駕莊的其中一個人 還有這個女子 其實就是天運號裡面的 越南船民 因為在她身上 找了一張難民證 當時其實她是一個 越南船民的身份 但是這個男子就不是 這個馬路 即是段玉琴是越南人 這個馬路就是船員 對 她在這個船裡面 其實你剛才說 駕莊是說得很對的 因為這艘船有點奇怪 因為當時她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香港已經說 不想再收任何人 因為她適合匯豐號來過 沒錯 匯豐號搞得很嚴重 因為匯豐號那時候來到香港 他們斷水斷糧 原來匯豐號是一班 有錢的經濟船民 有錢的 那時候是說拿黃金 然後換上船 不讓你上岸 讓你補給食物 買東西吃 但這艘船運號 後來再來過 這件事 這艘船運號 我先說到哪裡來 好嗎 它由西貢 不是香港西貢 就是越南的西貢 西貢 西貢 你有沒有看過一套 西貢 當然有 有直升機的 很出名的音樂 在哪裡看 我在英國看 我在加拿大看 很優雅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是蕩氣回腸 這艘船在西貢去菲律賓 來到香港 滯留在南丫島五個月 不讓他們上來 然後他們沒有食物 其實是大生意 說真的 你婆娘來的船 可以無端上幾千 二三二千人 二千六百人 你老尾也沒有那麼多救身梯 不要吹水 那是一間貨船 它不是一間客輪 擺明就是收錢 多少錢 多少錢位 上來運你去香港 沒錯 因為那時候越南船民 要逼走 那時候也說了很多 有錢的越南船民 拿一條條黃金金條 換上船 這些機會 逃離越南 所以其實這班人 都是有錢人 但他們在南丫島對岸 一直不能上岸 五個月 五個月 慘了 他們其實是有錢的 但有錢都買不到食物 在裡面 那怎麼辦呢 當時政府 即是人道立場 其實都有幫他們供應 一些日常用品 以及一些食物 都有補給的 但這次案件 是一個很人情很醜惡的案件 大家在船上 上船 你拍不到岸 大家夾錢有錢 買東西吃 港府不讓你上來 你買什麼 就幫你買 對嗎 對 你為何不給他呢 知不知為何 怕他在裡面再賣 誰有錢可以賣 不是 有錢是香港政府 為何不給你 要賣給你 就是怕他在裡面炒 炒賣 即是誰有錢 可以炒賣 不是 不是 我不知道你見過難民嗎 沒有 我看過難民 政策不變 如果你來到 他不斷給你食物 救濟你 之類之類的事情 即是幫你 幫得少少 就幫下去了 遇到世界上 即是怕不斷封水 或是要拒絕他 怕要拒絕他很多 人道主義的事情 以前是說道德忍的 對嗎 所以我買給你 停了之後 很多人補給食物 給那幫船員 這幫混蛋 真的有混蛋 拿了東西回來 可能你給衛生巾 一元快 他後來給你三元快 即是在船員 拿了這些物資之後 然後再做買賣 或者有些其他 罐頭 五元罐 你後來十五元罐 有些有勢力的難民 或者船員 他們在自己做買賣 他們在上高 有一個自由市場 他們在上高 而這個方法 船主 船長 聽船長說 即是船長 就知道這件事 但也由得他們的船員這樣做 由得他們這樣做 即容許他們做黑市買賣 很簡單 是這麼貴 不喜歡就走 不喜歡跳海 海自由 你就跳下去死 游回越南 我們這裡是這樣的 去到這些地方 根本說這些是說惡 不是說人道 即使你多有錢 你在德格船上高 其實你沒有辦法 你就要跟進遊戲規則玩 但是這樣 你以為做這些事情 當年天運號的船員 幾乎全部都是台灣人 全部台灣人搞出來 即是混賣都是台灣人 但死亡的遠民意 雖然是越南人 但他又去了印尼 即是入了印尼籍 沒有魚是越南 死了一個 沒有魚是越南 就是識印尼華 他不知為何上了船 負責做一個職位 就是把難民的糧食 分配給每一個人 於是船上 你怎麼這麼小的船 頂得住了兩千多人 天天就派食 是 即是開裝 當然 誰拿食物 誰就作主 這個故事 去到這裡 剪開序幕的時候 何以兩人 就變成一個迫海相思 稍後回來再告訴你 即是在一些地方 沒有法律 也沒有法律去掣肘的時候 裡面那群人 究竟靠什麼去維繫 二千四百人的小社會 發生什麼事 二千六百人 好看人性裡面 電影裡面的情節 所以人性的陰暗面 就全部出現了 很簡單 我是派食物那個 很明顯二千四百人 就不可以倒閉船長 應該不行 因為你香港水域 你殺人的時候 他又上來拘捕你 而且那群不是窮兇極惡的難民 他們全部都是經濟難民 他們都是有錢的 而且都是一家大小來 有錢 他不是普通的難民 因為他們說 早期那群難民是受迫害的 剛剛結束越南戰爭的時候 迫害真的要逃走 後期那群是經濟難民 即是七九年 可能要被人清算錢 因為共產 拿了錢就走 所以後面那群是比較斯文 即是二千四元那些以前北越那些 你不派食物給我 最後也切在你 馬上咬 因為船員其實不是很多人 即是一隻貨輪運行的船 其實你都是只有二十個左右 即加上船長那些人 大部分都是二十個 大富二富 是的 二十個左右 一人兩個 那人有槍呢 雖然可能是有槍 但你二十個和二千六百個 你有槍怎麼可以拉屎 甚麼拉屎 你有把槍拿著 你不敢走過來 你也要進去拉屎 拉屎的時候 你放我笑了 在廁所裡面 你不是公開拿那把槍 拉屎那把槍指著別人 所以那些越南難民其實都是和善 而且他們覺得還是十人二分四 而且他們已經進入了香港水域 進了香港水域 大家其實很期望 因為對上一格 剛才不是說是匯豐號 匯豐號最後是一個月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上岸 亦都香港收容了 大家很期望 可能我現在滯留在南丫島對出 遲到香港都會收我們 所以大家不會這樣搞事 因為希望如果你一搞事 你一定馬上被人遣返 所以大家不會做任何事情 但是在船上的秩序和治安 人性的惑惡就會出現 我也是看你這張 他只是綁住了 你的手是不是伸了過去 這張的手伸了過去 何來阿爾和阿琴會下海死的 一個是船員 一個是難民 我現在去到這裡猜 我們大家猜一下 這個阿婉阿二 阿婉文怡 你派食物 看到那條小妹子 不錯 有樣子 吃不吃多個麵包 各個房間都有 各個房間都有 你撿起來 大家一艘船 為什麼不用跳海死 越南難民 有空來香港探望他 但是你剛才發現 我不是說 當找到這條女私的時候 找到阿琴的時候 其實他身上有一張難民證 如果他有難民證 他已經不是在船上高 他已經上了岸 上了岸 為什麼大家無緣無故跳海死 這個故事就很妻味 這個長篇很妻味的故事 為什麼他無緣無故跳海死 船員就當情投意合 是 麵包就什麼 沒事的 來了香港就有空去找他 是 而且越南船民的時候 就算他禁閉式難民營 有些都可以 開放式的那些可以出去做事 禁閉式難民營那些 可能不出去做事 不過可能是一個星期出一次街 可以讓你出一次街 好像是 以前好像是 有行街 有行街 但一個星期只可以出一次 好像是 行街的時候 有些人走出去賣淫 有些人不回來 沒錯 然後有些人不知為何 走去做黑工 沒錯 以前有一陣子 經常去抓做黑工的越南人 那時其實都掃蕩 一是老粒 一是老粒 即是打劫 所以那個年代 其實大家都有點怕越南船民 其實是 有些怕 即是自從又打架 又殺人 又砍人 之後其實香港都很怕越南人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些人說 我家附近 即是我媽媽做事附近 是有些男人型的 深浦江附近都有 是嗎 是嗎 我媽媽在深浦江做事 深浦江不知對出哪裏 彩虹 我知道 有一個男人型的 例精附近 是男人型 對 有媽媽一個附近做事 對 是男人型 是男人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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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說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 你給錢 可以去到越南營 有些地方 可以開出來 有些地方可以給你 可以 正交易 而且我記得有些燒野食 在越南南文營 燒野食 對 見不見 見見 我進去 不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進去燒野食 就是 有越南燒野食 對 有些朋友 這件事很科幻 我當時有些同學 是越南人 不是越南人 我是同學 認識一些朋友 不如你進去吃越南牛肉河 不如說 他沒有越南牛肉河 但他說裡面很大的 可以任你進去燒野食 我就跟朋友一起進去 是捐鐵絲網 那次捐鐵絲網 然後呢 真的進去BBQ 因為進去燒野食 那誰提供燒野食的東西 我的朋友 他們說 我們在男人型那裡 可以燒野食 一起去 我就跟朋友一起進去 你知道小妹的時候 什麼都不怕死 捐鐵絲網 你進去鵬絲網 你什麼鵬絲網 你什麼鵬絲網 不知道的 其實不知道 又不是看這麼多新聞 人家去我就去 反正我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那一架Skyluck 後來又擱淺了 可能不知道是否擱淺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會被他上船 其實原因是什麼 其實跟政府僵持了很久 政府一直都不讓他上岸 後來 他有沒有派食物給他們 有派食物 終於都要派 是派了食物 後來那些船民就覺得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還有上高開始 五個月 開始有些黑市的買賣 五個月 自由市場 他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所以跟政府僵持 然後就說我不吃東西 然後有些越南傳聞 直接剪斷了那個撩 就是拋撩下去 剪斷了 有這隻船就任它飄 飄去哪 那些招毒 哇 毒冷到 對 任它飄 不是你死我我忙 你不收我們就撞身大海 對 任它飄 誰知道這隻船 斯卡拉克 這些真是爛鬼 這隻船就飄飄飄 飄去南媽島對出一個地方 接著就擱淺了 一擱淺 大家就喪跳下海 又又又又又又又上岸 但當然 有些是跑掉的 但有很多都是被政府的警察捉 但政府就覺得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好吧好吧我開一個芝麻灣的難民營 收納你這班天運號的船民 所以最後其實大家是上岸 住在芝麻灣的難民營 而且當時在林隔船割淺的時候 其實隔船上面有一個很奇幻的生態系統 就是一個叫自由市場的買賣 自由市場就是不夠食物 那些人你運上去給他 政府不上來 隔船的人管理 他把食物奪掉 然後晚上有一個市場買賣 你們有沒有錢呢 有錢就晚上來買 原來最多人買的東西叫金樹 其實是灰番薯 就是灰番薯 金樹的灰番薯 對 其實是灰番薯 因為那時候其實是冬天 1979年2月的時間 有新年 其實他們衣服又不多見 又很掛著家 有個熱辣辣的灰番薯 又頂得肚餓之餘 還可以亂粒粒 好像很淒涼 對 所以那時候是很搶手 大家其實就是會走出去買這個灰番薯 全部排隊去買 當時為什麼這個大富 宇文義 宇文義認識到阿琴 就是當時阿琴走出來 想買這個灰番薯 很多人迫著 阿琴幾歲 阿琴大概二十歲左右 二十多歲 這條文義呢 文義就差不多五十歲左右 因為他是大富 他很難吃 對 阿琴走去 很慘 走去買壺番薯 最後賣完 買不到 坐在旁邊哭 哭哭哭佛 後來這個宇文義 就走過去 看到這個小妹 好像很慘 一看就知道她是越南人 而宇文義 其實是這麼多個船員 只有她懂得越南語 她懂得說越南話 有其他人是台灣人 沒錯 所以他一直 所以宇文義就負責派食 沒錯 而買賣的當然不是宇文義 越南人不越南人 我明白 是越南人自己做自由市場買賣 可能是越南人拿回來 就打算 他就說不要買一包 他就說不要買一包 船員和船長是不理 有其他人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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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的不家產 那些真的不家產 說真的 你收了別人的錢 你上來 你上來 拍不到我沒得說 那些 你派食 你應該船長走出去 不行 每個人要派的 政府給的 你怎麼派 有其他人自己從中取你 沒有的 有些有錢的越南人 就說 你派給我 我多給兩元給你 你多給我 那他拿了兩元買回來 之後 就賣給我買十元 所以才有自由市場出現 給我 你不打散你 沒有 但沒辦法 船長也不出聲 這個宇文義也不出聲 就是這個烏番薯事件 吃不到了 可能幾天沒得吃 對 阿琴就在旁邊哭 這個宇文義就走過去 跟他說 你幹嘛哭啊 妹妹 然後阿琴就說 其實不是我想吃的 是我的兒子很想吃的 我哥哥嫂子有個兒子 那我明白了 這些是甜古來的 我自己會背 這些應該 然後就宇文義 看到他的樣子 噢 噢 噢 眼睛大大 水汪汪 然後 你的衣服 又薄 又薄 又薄一一 越南的薄一一 高叉 薄一一的一怎麼寫 在劇本裡 薄一一 不知道 所以我定義女做演員 你不准說薄一一 薄一一 而且越南的衣服是高叉的 那些是旗袍來的 不是的 不是的 那些是越南高叉 然後裡面再加一條褲子 越南衣服 噢 是那種來的 很好身材 然後就寫了名字 然後大家就 原來是這樣 那個阿琴讀過中文的 懂得少少 有少少 但當然他都是講越南文 這個阮民二亦都是講越南文 當然就看到這個美女 挺美女 就問她為何這麼慘 我仿佑 傻妹來的 沒得吃 傻妹來的 又來我仿佑 現在煨番薯又沒有了 過來過來過來 煨番薯又沒有了 我管糧食 不如這樣吧 我給你其他東西吧 我給你餅乾 給你其他東西 我仿佑 這個阿爾就看中了她 哇 大哥 你去到這個地方 說真的 說真的我問你一個問題 說真的 一定是真實回答 如果你覺得我做演文二的角色 我會不會搞得難民的女兒 你覺得一定會 一定會 不用問 你有沒有說錯 馬上回答 你覺得我是演文二的 我會搞得難民的女兒 這麼好 說真的 一定會 一定會 我會怎麼說 我會做演文二的 進來拿給你 當然 有機有搞狗 應該是 我怎麼會做強姦那些壞事 不是強姦的 是自願的 妹妹自願跟你回去 你覺得我會 我會拿這些 優惠的人 你不是 其實你很深 你覺得她很慘 她又沒有煨番薯食 但你房間裡有很多物資 我會這樣做 你一定會 你這麼疼妹妹 我回答你 我不妨回答你 我不會害怕 是 我是會的 哈哈 我不會做強姦的事 所以我很了解 我不會做強姦的事 不是 我說你強姦 我說你會不會 我是會特別關照 特別關照就是 我拿一些給你 但我也不會主動去搞狗人 是 我特別關照 給你 你肥子弟弟吃 是 到差不多 你 搞不搞這回事 你明示暗示 你說請我 那我就吃 哈哈 這樣叫道義 你真的不了解我 這個婉文義 這個婉文義 就跟你有點像 他也是這樣 跟阿琴說 其實我在船裡管人吃 而阿妹妹初頭不認識她 但是他就說得出你是婉先生 這個婉先生 說真是很混亂 他叫他回去 他不是搞狗 以下這件事我不會做 我一定不會做 他就 叫他回去 叫阿琴 說 好 你怎樣也好 阿婉爺 阿婉爺叫阿琴 他說大人物 他叫他婉先生 大人物 阿余先生 阿余先生 他叫他回來 就在裡面 哇 這個阿余文義的房間裡 罐頭也有 糧食也有 一包包米也有 一袋袋 什麼都有 他就說 坐下 他又很耐用 又遞煙 又幫他沖茶 沖了茶 沖茶喝 你自己選擇 給他一些餅乾 給他什麼 全部冷 然後他本來想離開 離開的時候 你今晚不要拿這麼多阿琴 拿這麼多不行 拿這麼多人家會妒忌你 為何以為我偏心 而且被人看見不好 拿著這麼多東西 會被人搶 一來我怕被人搶 二來被人看見好像不太好 而且因為你這樣在我這裡出去 我送你回去 不方便 都不方便 所以我今天 我送不到你回去 你自己回去 你拿一點 拿點 拿點餅 拿點罐頭 什麼都好 全部拿一點 拿回去 他回到去的時候 çu士哥 skill 阿哥的妹妹 他 Ведь聲音 就女婦和Dog West都很高興 是英文來的 Dog West Dog West這麼高興 多東西拿給他回來 有義褲給我 給那麼多東西 有餡的肉 沙甸魚 快樂 豬肉豆 餅乾 可以找到 meu船 этуIX個月去吃這些 會皮膚也為 qualitative 吃一口餅 開心得更好 最初阿琴就打算買灰番薯給侄子吃 誰知道侄子已經等到睡覺了 只不過阿哥阿嫂等到他回去的時候 拿著那麼多東西回去吃 阿哥阿嫂開心得了 馬上開爆餅 先慶祝一下 追到兒子 於是可能未必開心 都叫他 你不要搞什麼 不要亂來 每次他就多給他一點東西 但是大家相差都有幾十年 三十年 因為阮民儀其實五十多歲 而阿琴其實是二十多歲 這位阮民儀的背景要先說一說 不過是一個食家 那我就不是了 情長浪子 通常行得選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人說行選 大部份都是情長浪子 因為他行選 所以他有幾頭住家都是沒問題 因為他有時就是 行選哥是梁朝偉的樣子 就可以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他可能很年輕的行選 我有幾個案子 是香港行選回來老婆勾佬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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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佬� 為什麼七頭住家呢?他本身原來是一個越南人 但是他到處逛選,他去到澳洲,娶了一個澳洲的華僑 然後去到印尼,他本身去到澳洲,想娶到一個華僑入籍澳洲 誰知道他申請被人拒絕了,他入籍不到澳洲 然後又再去印尼,又娶一個印尼妹,然後就可以入籍到印尼 所以他在印尼,越南人去了印尼 對,所以他有印尼籍的,他是印尼籍的,越南人 那於文儀還有什麼背景呢?還有什麼老婆呢? 其實他本身在西貢,即是他初初去越南過來 其實在西貢本身他已經有四頭住家 已經是有四頭住家了 道道有妻 沒錯,現在再加上這個琴,其實就是第七個來的 已經是第七個了 那這個琴就因為沒辦法,小時候以為耳哥對他好 當然啦,他有七頭住家一定會說話 情長浪子溝小妹的甜言物語出光了 你最了解的,你最了解的,怎樣說話可以令妹妹落答 說真的啦,我會有人開一盯著你,真的不是我認識的 你見過那盯著你,你一開一盯著你,我經常咬你 是 有一次他們倆怎樣開一盯著,有一天突然翻封 那時候還沒上岸的,就翻封,夾班很大風 阿琴就不知道阿興嫂裡面做什麼,就出來吹風 那看到阿琴就這樣做什麼,吹風呢,不如我去房間休息吧 怯怯,怯怯,怯怯,知道是什麼叫怯怯 怯一欺,怯一欺,不是欺,是欺,欺一欺 其實欺還是欺呢我真的不知道 欺啊 為什麼以前聽那些老婆說,你欺一欺 那些鄉下話來的,欺一欺 欺一欺不是英文改編嗎 當然不是 於是他進去了,不方便,不怕,阿琴傻妹來的 傻妹來的 不是一張床 是啊,我房間隔板是上下隔床 船員房是有上下隔床的,放心 上面擺雜物的 你上次來過,你看到的 我搬開罐頭,你是不是上面睡 那就是下面睡 不是,他說他自己在上面睡,阿琴可以在下面睡 阿琴 很寬得開,琴高不好啊,你爬上去不方便 我在上高床,你睡下吧,放心我不會搞你的 一定是這樣說的 哈哈 我講過,混蛋 我都說 年輕的時候講過 一定是這樣說的 不過我現在都很年輕 騙女生入房的時候就是這樣說的 一定的 放心,放心 這樣說真的幾無道德 實在說 回想起來 擺明是想借他 說真的,不是這麼對 他其實是用著,好像那個女生就覺得 我跟這個人是有將來的 我跟這個船員他很照顧我 你想想我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日子裡 有人這樣去照顧你 雖然他長大我30年 但是你這樣,是… 那女生是會感恩的 會感恩的 你說啊 那個年代一定會 我照顧好很多人 電話比你還好 你說啊 女生是不是這樣感恩 那個年代 你想想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這女生敢不敢恩 我跟你說一件事 他在這座船有不同的優惠 有好處 我跟你說一件事 野食又拿得多些 是宇宙人性 你在這件事件裡 那個阿爾是管理食物 有間房間 在這個五個月的小社區裡 他基本上掌握著一件事 就是權力 食物就是錢 即是他有錢和有權力 是嗎 我覺得這些不只是感恩 這是一種女性 對的女性是這樣的 是依父有一些比較好的男性 不是依父 因為是優生論 找一些比較能夠保護到她的男人 這個男人就正正有這件事 於是他就過去了她 阿嫂又是誰 阿哥阿嫂 有明白的 即是覺得 有個侄子 你過去她去那邊 我們這邊都逼的 是 而且都會覺得 一直以來她多拿了很多食物 又有很多好處 其實阿哥阿嫂都 還要走爛 阿哥阿嫂是同意了這件事 直接同意了之後 就說 好了好了你過去睡吧 第一晚 真的沒有事發生 真的睡在下床 唉 第二晚就解人為了 很難說 孤男寡女共處一生 沒辦法了 當然她倆真的搬過去之後 已經擺明是同居 所有其他人怎樣說 又或者是說她混大褲 怎樣也好 已經都不介意了 大家 現在她簡直是 我打算是嫁給她 即是 我打算將來做她老婆 所以你們說什麼都不用理 因為我已經是用嫂子的身份 進去住了 我在這裡帶出另一個疑問 嗯 女的後來上岸做了難民 嗯 男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有個疑問 是 你看到屍體的圖 嗯 究竟是她一起跳下去死 還是男人綁著她 拔著她下去死 嗯 還是有人扔她兩個下海 是 即是這個是 對 對 你說到這裡 雖然她是玩家 這個阮民儀玩家 是 我看不到阮民儀有沉死的條件 為什麼要沉死 因為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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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可以拿香港身份證 在香港出生 究竟她是被人扔下海 那我警察也要調查 嗯 有兩個被人扔下海 嗯 而且是這樣 你記住 到她死的時候 那個天文號已經擱淺了 她們已經上岸了 沒錯 即是阿琴已經上岸了 住在芝麻灣難民營 但是 為什麼會出到外面死 在海裡 因為其實阿琴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個法律 如果你在外面找到工作 你就可以出去上班 不用限制你幾時幾刻回去 總之你早上出去 然後晚上回來就可以了 但是當時阿琴其實是未找到工作 她是一個星期可以出一天 原來早期那些是開放式的嗎 對 沒錯 早期是一個星期 逢星期三 阿琴其實可以在芝麻灣搭一艘船 即是船 去到港澳碼頭 港澳碼頭再 即是逛街市找工作 對 這樣就很開心 不用死 其實很開心 所以她們不知道什麼事 是否有說不出的苦衷 天運豪助理鄰機長 和哀女跳海 仍未列入任何類型 即是她們不知道為何會死 不知道是自殺 還是謀殺 還是被殺 你想想幾件事 你這樣的小社區 你對這個女人就很好 對嗎 搭肩膀 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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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拖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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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其他人 可能你的樣子是變臉的 那小孩子可能問你 蘇蘇可以多給我一包熱吃 認識我的東西 走 是啊 二千多人 她要管理 你不知道的 我不是說她是這樣 我會不會是這樣 會不會見到小孩子 拔掉了香腸 扔掉了香腸 扔掉了下海 你知道這些人不形成的東西嗎 小孩子很開心 扔掉了下海 有黑眼面 有笑的那些 是是是 你怎麼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看過孫德拉的名單 我都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孫德拉的名單 孫德拉的名單 當然有 孫德拉的名單 你有沒有看過 當然有 有 你有沒有看過 有場戲是這樣 那群在集中營裡面 集中營 一邊有起床 第一件事 他不是喝咖啡 起床 他去了二樓三樓 就拿著槍去瞄著 隨便一個人 突然打死他 你突然起床 打死一個人 做什麼 因為權力的問題 我有權有尚 我喜歡做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事 我不是說姓遠 這個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人是這樣 說真的 你說逛街 我去南文營 我搭船 他兩個 糟糕 在那裡 或是他在那裡欺負過 你欺負過幾個月 你不知道什麼事 你不知道欺負過什麼 對嗎 打齊你 就這樣 你不要丟他下海 我有十個五個馬丫子 找工作 見到你 你說在船上 抓狗我 我現在看到 就丟你下海 但如果他要丟一條馬丫子 下海 那我為什麼要丟一條女兒呢 你兩個一起的 一氣的 在房間裡 還要綁他們一起 我丟了馬丫子下海 難道放女兒回去報警嗎 他兩個越南人丟了我老公下海 丟了這個位置 但是其實阿琴上了案之後 跟這個遠文營有沒有感情關係出現變化呢 其實是值得要討論的 稍後回來再說 沒錯 從來溫馨的愛情故事 就是淒美的結局 你有沒有聽到說 來得快 去得快 去得快 你知道我在網友跟我談的一件事 早前 最近就是解決這個感情問題 他跟我說一件事 他說如果女生很快跟她有感情 你不要跟她這麼快發生關係 是 來得快 去得快 對大家未來的發展是不好的 嗯 慢慢來 就算你 不要這麼心急吃她 你行 都不要這麼急 他說這件事的感情會散得很快 大家先了解 我說很理智 你說的話真的很理智 對 我真的跟她說你很餓 我真的這樣跟她說 你這樣教兒子就糟糕了 有吃不吃最大惡極 不是的 你這樣教兒子真是糟糕 那你會說 有吃不吃最大惡極 你很餓 我今天打了幾百字解釋這件事給她聽 那是女士來的 你很餓 你不想吃別人 首先第一件事可能她沒有自信 為什麼你不吃 第一件事沒有自信 第二 可能連珠子太細不敢被人看 那些 那些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 你不吃 女士覺得你沒意思 轉頭不定咬了 你又在想 哇 你死了在棺材的時候 你都記得這件事 一輩子都會後悔 一輩子都會後悔 千萬不要做自己後悔的事 這個世界上 即是女士可能是擺明 送到上班 想著給你吃 誰知道你不吃 真的要吃 女士不想給別人吃 你沒有製造機會給別人吃 你沒有意思的 你不要製造機會給別人吃 男士的 你不是想吃別人的 你沒有製作到時候 晚上看看月光 又沒有製作夜晚 過一晚 你沒有製作這些 做人撇脫機 但我覺得有時不一定是女士製作機會給男士 讓他吃 有時真的可能是朋友 好像我以前在美國 有個朋友說去紐約 探一個朋友 他在Chicago 他被總公司調回日本 臨走之前他就去紐約探 朋友就是朋友 他叫我一起去 因為開車過去 那我就跟著他一起去 跟著他一起去 跟著他一起住一間房 跟著他一起住一間房 對 住一間房 但他沒有吃過我 本身是兩張床的一間房 酒店去到只有一張床 沒有其他房 那你也是要睡的 不是我製作機會 他沒有吃過你 跟你是否處於中立被食與不食 當中是兩件事 女方通常不會主動 女方處於中立 主導權就是男 會不會測試你吃不吃 那怎樣測試 雖然有點離題 不要緊 多說兩分鐘 你教人怎樣測試 在一個兩個人共處一室 當然大家會有一點意思 才會一起去旅行 你沒有意思去什麼旅行 無論如何 我無緣地跟你說 兩個人去旅行 一間房 我會跟你去旅行 對 也是 也是 對 對 日本人也挺帥的 他也是喜歡我 也想追求我 但他可能是因為他要回日本 他不認識 測試女人能不能吃 但我有個方法 萬事萬靈 是怎樣 真的 測試女人能不能吃 很有禮貌 也不尷尬 但我不想要告訴大家 令我開些收費節目再教 不要這樣說 教人說人 真的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我不敢說 真的有將來 收錢 收錢再說 你給我教力 萬事萬靈 又有禮貌 又好用 又行 那我再告訴你 那些女生的反應是怎樣 可以嗎 但你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教人 這件事 這兩個愛情急轉直下 變成迫海雙私 為何變成迫海雙私 真的要有一段估計 首先說 船沉了 沉了 那些人的座民上來 船民第一件事 你握船 你抓不到你 抓到船 沒有人握 政府派人上來握 船民上山岸 擱淺了 第一件事 想都不想 立刻抓到船員 抓到大富 你要知道 一條船 有很多船員 那些船員 不是每個人都長聘 那些是省工 我在西貢去菲律賓 可能我請了菲律賓那群人上來 菲律賓就說 我不知道 是嗎 要告訴我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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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可能只是做一些 船上很簡單的工作 例如清潔 或者機房 我不知道 那些他不告你 政府選了七個人來告 其中一個就包括阮雲二 就是告船長、大富、電報、輪機長 就選了七個 最初阮雲二就覺得 先告他什麼 告他什麼 告他什麼 告他欺騙港府 超額載客 以及容許這個船隻 因為本身是貨輪 貨輪是支援貨 3500噸 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理由 載2600人的人 在這個貨輪裡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指控阮雲二 有計劃接載大批越南難民 而俄清在公海上救起 以利用一手3500噸的殘舊貨輪 運載二千多人 遠攝從洋 超額在下 船主和有關管理人員 應該受到相關的責任 告他就開庭 開庭就給你保釋 不給你保釋 給你保釋的時候 這個阮雲二就是第六被告 因為他的職位較低 保釋金當年是三萬 其實也挺多的三萬元 很瘋狂 你知不知道他有錢到 七九年三萬元 對 三萬元 保釋 保釋 其實阮雲二 他自己沒有那麼多 當時他找阿琴 跟他商量 因為其實 阿琴也很久有錢 要講講阿琴的背景 阿琴有錢 沒有錯 給他四皮三皮 其實原來阿琴跟他哥哥嫂子 和兒子一家四口過來 他們在越南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錢人 他們原來是有錢人 所以他們是一些經濟難民 有錢 當時 三皮野 沒錯 阿琴就問他哥哥嫂子 可不可以幫幫忙 待資 遲些還給你 你知不知道七九年三皮野夠買樓 當然可以 他有錢買香港樓 越南難民 所以其實阿琴是一個有錢女 他哥哥嫂子 其實是有錢人 是不是真的阿琴有錢給他 是阿哥嫂子幫他 代他給的 最後呢 因為其實阿哥嫂子 覺得阿琴應該最後都嫁給阮雲二 他們之前的關係也好 全世界都知道他們兩個在一起 所以算了 我當是嫁妝 我借給你 當保釋金 那洗樓自殺 說真一句 你追到小妹二十歲 小妹有三筆東西借給你 還自殺你不要玩 是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 他保釋了 阿琴就上岸 去了芝麻灣的藍民營站住 等其他國家收留這批藍民 不是所有人會留在香港 其實他們在想 如果去到外國就去外國 那時候其實在芝麻灣的住屋都已經不錯 當然阿哥嫂子和嫂子一間房間 阿琴就住第二道 就是住第二個營 但一個星期看到在前面 因為保釋也出來 沒錯 阿琴就是一個星期只可以出一次街 但不可以 例如早上可能7點鐘 我就搭最早那班船 然後到晚上 就定時定後就要回去 阿琴上岸當然了 阿琴上岸 阿琴又要保釋 又要定期去警局報道 以致消沉 沒錯 他那時候已經不是住在船上 他就在九龍尖沙咀 租了一個地方住 這個時候我也要說一件事 因為警方調查了7個船員 一定要用方法就是 你們一定要認 因為你們一定要認 你們不是貨船救人 如果他們說要救人 我怎知道 你們兩人被迫在上面 是不是 有整個債人不夠嗎 我救人你還要告我 是不是 他們要踢爆 你們這班人真的有組織 你問那些雪藍傳聞 他們當然是不爆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有機會 不是 我們是靈魂 真的被人與共逼開 是呀 我們沒有付錢 我們沒有付黃金 那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情報人員 人傳人傳到一件事 就是你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問這個阿琴 阿琴曾經跟這個大富羽民意 有些一腿 於是當時的人 就進去難民營問這個阿琴 其實叫了阿琴出來幾次去問他 阿琴開始覺得好像沒什麼面子 沒面子被人審問 當時政府其實想找些什麼證據 如果我在船上搜了某些黃金 好像匯豐號 匯豐號其實搜了一批黃金 很瘋 以前上一艘船匯豐號 你們是假裝難民 政府不想收你 現在踢爆你難民就遣返 他們在匯豐號 你知不知道收多少黃金 上一艘船 收了幾千兩黃金 一兩黃金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其實可能不太貴 那時候可能是千多兩千元一兩 幾千兩黃金也很厲害 那時候是用金條的 如果一條金條是一兩的話 他有幾千條金條在船上 天文號有沒有金條 天文號那時候政府想查阮文號 什麼都問不到 然後再問阿琴 又什麼都問不到 想船查找也找不到 他們在想他們會不會收藏在一個地方 然後有機會才慢慢再出貨 警方當時也想知道 究竟他們把金條收藏在哪裡 又是想這群人不是難民 因為那時候很嚴重 開始變成收容港之前的一個時間 可以攀走就攀走 不要想太多 找人跟蹤阿琴 因為那時候 其實初初阿琴 就想著 我還給了三皮保釋金 其實就想著嫁給他 初初每個星期 其實阮文儀 都去 早上坐早船 然後我又來 講完碼頭去接他 接完他 我就安排了節目 大家開心一天 開心一天之後 我又送你回去 其實開頭幾個星期是蠻甜蜜的 但去到第四五個星期 就開始出事了 因為阿琴開始被人跟蹤 二來又被人帶回去問話 接著三來就是阿琴開始發現 這條男人原來有這麼多頭住家 有七頭 台灣也有 印地也有 越南也有 新加坡也有 我想知道一件事 這幾隻狗 說真的 他不說你怎麼知道 是的 即是他不說阿琴不知 他不說阿琴不知 他不說阿琴不知 應該是 那誰是 一定是想追求阿琴的那些年輕人 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或者是警察 我覺得是情報人員 會追求 都有機會 因為情報人員 或者政府的人 要套料 即是007的 尖士邦那些 套阿琴料 007.0 7.1 希望阿琴賭歌雙向 不要幫助阮文儀爆料 你看看他有沒有黃金藏在房間 你去過他房間睡了 睡了一陣子 他會不會藏在床底 或者暗格裡面 於是他跟阿琴說 傻妹 你怎麼知道 七個老婆 還有一大群子女 原來在哪裡 西貢 新加坡 印尼台灣 周圍都有 他當時報紙這樣寫 是 嘩 為什麼我年輕不能去行船 這是一般船員的慣忌 去到哪裡 去到哪裡 以前的人真的這樣說 行得船的都是浪子 什麼叫浪子 就是因為行船 浪子 就是情場浪子 我最近看了一個圖片 有個爸爸教兒子的時候跟他說 兒子長大之後 娶到一個好老婆 人生就成功了一半 然後兒子說 爸爸我長大了我娶兩個 哈哈哈哈 不是的 我剛剛看了一張圖片 大陸有個六歲的小妹妹 我長大了 志願做什麼 我要做貪官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問到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以前是行船 你覺得我會不會 周圍有女兒 一定 你覺得我會嗎 當然會 秒答 秒答嗎 不會懷疑 不懷疑 賭身家也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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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會嗎 一定會 好 我不會 不知道 看得出來 絕對相信 那可不可以點自殺 其實 阿琴本身真的喜歡這條男子 雖然差三十年 你想想他真的在船上那麼慘的狀況 得到這個男人照顧 虛寒問暖 又給了這麼多優惠 但是 阮民儀 開始 因為一路被人跟蹤 二來 被政府或警察 不停地審問 一一疲勞 轟炸 他就開始借酒消愁 喝酒的時候 偶爾會透露給人 每天在酒吧榴槤 連家裡都沒有回 他說 真的很煩 不想再做人 再這樣下去 都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很大機會 因為那時吹風吹出來 很大機會他們被判有罪 如果有罪的話 他要在香港 坐牢 坐牢幾年 阿琴就會覺得 如果你坐了幾年 我又去了外國生活 那就要被迫分開了 阿琴就等到外國收容 香港是暫時 暫時收容港 那時阿琴就開始 這樣也不用死 分開 阿琴就開始想 其實 是不是真的會分開 阿琴就開始 情緒就開始有些變 初初是很甜蜜 每一次出街 回到去就很開心 誰知後來 四五個星期之後 他就開始 日日耳淚洗臉 在這個型 每天都在哭 原來我還看資料是這樣的 即是當時的難民 去到芝麻灣 他們早出晚歸 晚上一定會回來 找到工作就讓你出去 即是 打算這些人 可以提高生產力 但阿琴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每個星期 只有一天逛街出去 只有一天見宇文宜 宇文宜究竟 這艘船是甚麼來歷 會載到二千多個船民出來 要說是這樣的 話說 這艘船本身是在印尼 印尼裏面 這艘船是逆主 即是1979年初 有一群人去做編門 很明顯去越南 參與這群人來香港 為何要找到宇文宜 原來這個宇文宜 是在越南出生的 大家都知道 船東的東主 那些叫做Loga 你認識越南文 沒問題 你就上來幫忙 讓你做高級船員 其他人是台灣人 你就跟越南人溝通 你上來工作 他就好 上來做溝通 這樣就來到 這艘船本身真的在那裏面 所以當時他本身不是跟著這艘船 他最後是在新加坡插隊 他是後來再上船 所以其實其他的二十多名低級的船員 最後被政府 因為其實真的不關事 那些是聘請回來 就遣返回台灣 但是這七名的船員 包括剛才說的船長 大副 加上遠民意 一些做電報生 機論的阿頭 這樣就真的被政府去告 所以大家在一個利售別墅 依不捨 自己在五個月相戀 大時代動蕩當中 究竟我可能坐牢 女的可能去外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還是在這裡 要說回廣晚他們死的那晚 去到最後的階段死的那晚 當時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點多 那條船在哪裏跳海呢 這兩個人 中環開去長洲 那時候三層渡輪 三層渡輪 就有豪華位 大家也知道在哪裏 三層 三樓 大家也坐過 有餐單麵吃的 嘩 好吃得不得了 餐單麵 我就不覺得好吃 但是 有些感情回憶 三樓是有冷氣的 拍拖一定是來島玩 還有外面是有個 很多回憶 路台仔 不是叫路台 隔板 冷氣之後外面可以去隔板 以前搭船來島 真的很開心 因為去到時候有事要搞 跟你去得來島 一定是預料給你吃的 好開心 真的有很多回憶 不要說我 你現在的聽眾聽開 是 馬上我的記憶回來了 我想 有80後的朋友 很多失身都在來島 也可能是的 說真的 不是長洲大嶼山 是嗎 有誰沒有住過東啟小竹 我 我沒有住過 我真的沒有住過 我住過東啟小竹 我沒有住過 我小時候都不能去到 我都覺得很骯髒 是不是 是啊 可能也是 我沒有 發生什麼事 當晚有100個乘客 大部分都是長洲居民 就回家了 差不多是8點鐘那條船 夜船 對 當時去到三樓的時候 有一對男人穿著藍色的牛洗褲 黑色皮靴 上身穿著獵旗 叫什麼 獵裝 獵裝 一個袋一個袋 綠色的 米色 裡面穿白背心 白背心 外面有一個 米色的褲 那些人形容他老雅飛打扮 女兒就穿過 即死的那張照 有襯衫 灰色長褲 涼鞋 有耳環 他們兩個就好像 聽到那些人看到 那些人回去那些人 有人說看到 很多都是越南人 回去下班那些 是 聽到那些人扔下海 一條女兒拉他下海 一條兒子拉他下海死 還是怎樣死 這裡要分析一下 他們兩個就說 有時哭 有時小聲 又哭得很淒涼 當時差不多去到差不多 九點 當晚很黑 沒有月亮 沒有星星 剛才剛才說 用力六月三十 那你只走到外面那裡 就是一個露台 那露台叫什麼 有個甲板 有個圍欄 很漂亮 就是 崔海峰 你說開都想去一去 是啊 以前是坐樓上吃完餐蛋麵 然後就出去甲板去吹海峰 就是大家很溫馨的感覺 回憶都回來了 現在還有沒有甲板呢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好像也有 都好像有 不是啊 現在你無法跟女生去 你現在跟我們說 長洲住一晚就慈能善 不是啊 現在是Staycation的 那些人是有去的 那些Staycation就是去 你叫他去長洲度假村住一晚 不是長洲有酒店的嘛 吸引了你才回事 有去余景灣 大嶼山 Staycation的 都很多人 是嗎 是啊 我的朋友都在漏我去余景灣Staycation 是嗎 女生和中學同學 她說不如我們幾個女生 你找同學的中坑那些 一起兩個去 去那裡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我和我的女生同學 可能我就會 當時去到交椅州附近 剛才這個地方交椅州附近 所有乘客聽到兩聲 所有乘客聽到兩聲 我都在那裡的舊喊 他聽到喵喵喵的兩聲 然後有人就說 有人跳船 有人就看得出 有一男一女抱著跳下去 然後船長聽到舉報 沒有人看到他們兩個跳還是 有人扔下去 只聽到有人跳船 是 他們兩個應該是由三樓 本身是豪華的豪華倉 隔板傾軟 兩個就走到最低那層 因為最低那層後面 其實是沒有風的 所以一跳下水 其實就是直接下去 你不用跳三層那麼多 在最低那層跳 為什麼 很方便的 我以前整班朋友 我們不搭豪華倉 我們有時都會在 最低那層後面 船艙 船尾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開放空間 我們常常坐在開放空間 那裡有人聽到聲音 吵到爆 可能晚上不多人 或者比較安靜 是這樣的聲音 總之有人掉下海 船長叫打撩 打撩不了 報警 警方負責接手打撩 最後來當然 被蝦艇罵他上來 即是最後是第二天被人罵上來 我講一講 他死了 大家最後來都知道 他死了 兩個人死了 好了 要講一講 那宗案怎麼判呢 那宗案有七個被告 第六被告與民意 就跳海死了 另一被告就變成恐慌證人 只有五個被告 全部都審結了 當時有一個叫鄧尼爾的法官 接納辯方的意見 接納了 即是無罪釋放 即是全部無罪釋放 認同他們真的好像在公海救了這二千多個難民上船 覺得他們因為他找不到黃金 找不到任何證據 所以你想想政府當時想告這群人 二點歸於被告 所以這群人當時去調查情報人員 他找不到所有事情 你想想找的力度是多麼強大 沒錯 所以其實最後就是一條金條都找不到 所以 所以二點歸於被告 現在當然是沒有這件事 但當時是有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麼多風趣 現在說話 人家沒有這件事 我要澄清 根據普通法 普通法在某些案件 某些案件 還有二點基於被告 即是無端端 你說我強姦你 誰不知你身上沒有損傷 又見到你自願走進來做節目 是 我自己開門 自己走的 早上走的時候 一起去吃早餐 然後你說我強姦你 二點歸於被告 那我就沒事的 是啊 沒錯 這樣就行 這樣就行 要這樣說 這樣就行 啊 如果我真的某日是這樣 大家相信我 我是不會被GM奸 我一定會反抗的 哈哈 還說我被奸 之後 我不會跟他去吃早餐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這些事不是說二點 你其他要說二點 沒有二點 沒有二點 沒有可以 所有事都沒有可以 然後 其實他不用 這個挺慘的 說到最後 這個雲爾他香港沒有親人 你知道他所有女人 所有老婆子女 全部在別處 沒有人送殯 沒錯 沒有人執骨 沒有人做簾狀 但反而阿琴就有哥哥嫂在那裡 所以最後阿琴就被哥哥嫂去營 所以埋了在芝麻灣 但這個男人政府幫他做簾狀 政府幫他做簾狀 政府幫他做簾狀 如果當時 你做人有時 你可能七個老婆在分敗的地方 死的時候 原來沒有子女沒有老婆在身邊 沒有人送中